Hello,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to my class 大家好,欢迎来到或回到破英语课堂 在当今社会基本上人均一部手机或其他能够上网的电子设备 那么当手机没电或是其他电子设备没电的时候 我们要充电或是要用充电宝或充电器 那么用英文怎么准确来表达呢 很多同学找到一些关于这种表达的说法 其实很多是不正确或者是不完整的 好,本节课的话我先教给大家这些准确的表达 希望对在海外工作学习旅游生活那里有所帮助吧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 跟我念一下charge 这单词就是动词充电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I have to charge my cell phone right away 我得马上给我的手机充电了 好,这里放的手机 cell phone cell phone 手机的意思 charge就指是充电 英文里面有个单词跟充电非常像 叫做recharge 就在charge前面加re 这个单词的话 其实代表准确意思指的是再次充电 其实就充电的意思 区别不是非常大 所以这个句子可以变成 I have to recharge my cell phone right away 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子的 OK,好 recharge的话如果是 后面加一个单词叫battery 就是电池这个词 它就可以在生活英语里面代表是给人的经历 或者思想充电的意思 比如说你很累的时候 你要休息一下 你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rest to recharge my batteries 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说我想休息一下 来给自己充充电 换一换神的意思 好,这个第一个关键词 charge 学会没有充电 然后呢 我们如果把 你刚才我们说的re 倒过来 写成er 放到charger最后 变成charger 那么这个词就指的是充电器了 英文里面的话 一般加了er这个后缀 都是什么东西 或什么人的意思 就刚才我们说的recharge 加了re在一个单词前面 代表再一次的意思 比如说recharge 就指的是再一次充电 OK,所以说 这个地方的charger 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充电器 我们看一下例句 May I borrow a phone charger from you 我可以向你借个充电器吗 好,这个地方charger 记住我是充电器的意思 如果再加一个phone 就指的是手机充电器了 或电话充电器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个关键词 因为这个关键词的话 跟我们后面讲的单词 比如说充电宝 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单词念作bank bank 这个单词很多同学比较熟悉 它的意思可以指银行 但在这个地方指的是储存库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数据库 英文怎么说 念作databank databank 或者可以读作databank 都可以的 data或是data 就指的是数据的意思 这个单词要合在一起 下面一个血库或是限血库 可以分开写 英文念作blood bank blood bank blood指的就是血 好,血库blood bank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 什么什么库都可以用这个bank的单词 那么如果我们在bank前面 加另外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说的电力或电量 英文叫做power 那么什么是power bank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充电宝了 power bank 充电宝 我们看一下下方的例句吧 don't forget to bring a power bank with you while traveling 旅行的时候 不要忘了带充电宝 好,这地方的旅行 traveling 对不对啊 这个词 干旅游还有其他说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好,这个地方的power bank 就指充电宝 就指的是储存了电力的这种库 就是充电宝的意思 好,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提到充电宝 就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共享充电宝 可以租的一样东西 或是短期戒的一样东西 好,英文是 shared power bank shared power bank shared就指的是共享的 比如说共享单车 shared bike shared bicycles 都可以的 从2001年 中国发明了最初的充电宝 之后的话 充电宝经历很长的历史 变得越来越小巧了 越来越实用了 越来越灵活了 越来越便捷了 甚至是无线充电宝现在出现了 所以说这个充电宝的变化 我们要知道一点 包括充电宝的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要知道 英文念做 battery pack battery pack 充电宝 也可以叫充电宝 这份的battery 就之前我讲过 代表是电池 pack 这是背包 或者包的意思 就是电池包 就是充电宝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下方的例句 battery packs must be packed in your carry-ons 充电宝 必须被包在你的小包里 这地方好几个包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包 就是充电宝的这个包 是battery pack 好 第二个包是pack的动词用法 这是包裹的意思 被包裹在哪呢 第三个包 这是能够带上飞机的 这种小包 或行李包 英文念做carry on 在我之前的课程里面 比如说机场英语 或是成绩英语里面 讲过这单词的 carry on 就只是能带上飞机的小包 因为毕竟充电宝 理念持的那个充电宝 可以放在那个小包里面 带上飞机 但是你不能拖运的 这是被禁止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 battery pack 就只是充电宝 希望大家学会 这个表达 好 下面一种说法 刚才我讲过 就是充电宝的话 由01年发明的时候 可能比较 很笨重 但是到现在的话 是非常的便捷的 这地方有两个单词 portable 指的是便携式的 wireless 指的是无线的 我们经常说的wifi the y就指的是wireless 无线的 所以说我们说的 portable charger 或是wireless charger 就指的是便携式 或无线充电器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充电宝 这是充电宝的另外一种说法 因为你们在不同国家 不同的地方 可以听到充电宝的很多说法 我把主要的说法交给你们就行了 好 这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所以你懂了的话 你去旅游或是乘机 就不用pull 对不对 好 我们这地方最后要学一个单词 我们要充电宝 我们要充电 那么要把它插入充电宝 或插入比如说墙上电 那个就是插座 怎么说呢 这地方介绍个单词 英文念作plug plug 这地方you念作adding plug 我们看一下例句 I usually plug my phone in a wall to charge before sleep 睡觉前我一般把电话插到墙里 这边就只是墙里充电的意思 对不对 charge充电 plug作为动词就是插入的意思 它也可以插头 插头也用这个单词plug 这单词很适用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词 你们在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 或是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插入怎么说 就是plug 这个单词 好 如果你看是youtube视频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 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右边小铃铛 点击全部 就是我最新的视频通知 英文可以坚持学 或者不管你看什么地方 我的视频 都欢迎大家给我点赞 收藏转发或留言 让很多人受益吧 谢谢支持 看不到youtube视频 可以在bilibili.com这个网站 搜生活英文教学 就能找到我了 好 或是微信吧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